我們看到美國的航母 現在在朝鮮半島 要參加美韓軍演 那南海呢 前段時間我們常在聊 美中博弈在南海的地方 風雲會變色 不過看起來現在南海 反而相對比較平靜一些 但總是在美國這方 必須要有些盟友 來幫他在南海地方 做個巡弋 會是誰呢 其實不用想太多 就是日本 日本現在派出的是 叫做準航母 初雲號 問一下川大哥 這怎麼叫準航母的規格 到底有多厲害 有什麼能耐 其實初雲號呢 他們就稱為叫做直升機航母 它就是最多可以放 14架直升機 然後同時可以起架 5架直升機 那當然這直升機 就不是什麼S軟洞溪救難直升機了 那是那種攻擊型的直升機 大概是海鷹啊 或是魚鷹的 可以垂直水降的 可以運兵的直升機 所以這初雲號就出去 坦白講呢 他去巡弋南海 等於說當美國講說 我不只是你的開門口 現在南海那邊呢 我當你的獵犬出去走一走 代理人 代理人也就算了 可是坦白說 它的戰力其實不是那麼重要 這個整個航空母艦 它旁邊也沒什麼太強的附衛艦 可是初雲 這跟中國的遼寧 遼寧號應該不同等級的 完全不同等級 差很多嘛 差很多 那我們那排石艦 也差 長度沒它長 但是其實盾位也比較大 它其實就是一個運捕艦 只是一個直升機上面 是不是在那是攻擊直升機 可是初雲這件事情出去 是會引起中國 極大的反應 甚至於是引起 中蘭亞國家極大反應 因為初雲這艘艦很奇特 它這艘船呢 是當年甲午戰爭之後 然後除了把台灣 給給日本之外 還賠款 那當時其實 事實上甲午戰爭的時候 他們發現說 他們的船其實不夠好 所以他們是用了 清廷甲午戰爭的賠款 買了第一架的 第一艘的初雲號 而這初雲號呢 在對美國 對日本 對南海來講意義都很大 因為呢 在日二戰爭裡面 海森威那個戰役裡面呢 把波羅的海戰艦全部集成了 它就是當時的主力艦 然後呢 在對中國來講呢 那個813收復戰役 就是第三艦隊的旗艦 所以最後那個 我們小時候看的那個 檢橋櫻涅鑽 然後什麼 然後回去去撞 也就是初雲劍 然後不管後來 太平洋戰爭 然後跟美國戰爭 中頭島一路過來 初雲號都在 從來沒有被集成過 所以呢 南海 國家 中國 俄羅斯 聽到初雲劍就最痛恨 那是他們歷史上的血仇 這個有點恥辱了 因為 各地賠館 你拿我賠你的錢 去買了一個初雲號 現在 又在我現在 中國在非常注重的南海 中國自認的南海 是他們的內海的地方 來做巡弋 所以他是故意的就是說 其實他其實不是戰力問題 但是他一定會引起 中國的內部裡面 對這件事情的討論 所以這個焦點呢 就變成是初雲 那美國呢 就好整以下的 反正能列選去巡一巡 但是美國就去 他的東北亞的佈局 而這個初雲劍呢 雖然他沒什麼戰力 跟遼寧劍不能比 跟中華神盾都不能比 可是 中國的反應 會超乎意外的大 賴老師 那這個 之前安倍特別去 跟美國川普見面之後 後來初雲號出巡 你認為安倍 當然是他緊抱著美國嘛 那對於中國來講 這口氣吞得下去嗎 吞不下去 但是中國的反應很平淡 最近來講相對 官方很平淡 最近平淡 年間直開始 對 因為中國的官方的反應 就是政治 他們的發言人的回答 是說不擔心 不擔心 那日本這樣做的目的 當然是強調這個南海 對於日本的生命線 也是很重要 另外一個部分裡面是 希望借這個動作 把美國人帶出來 希望跟美國能夠在南海 能夠聯合行動 因為美國現在拒絕 至少到目前沒有同意 跟日本一起在南海行動 但是安倍晉三的這個決定 我覺得會給日本帶來麻煩 這個決定不是一個漂亮的決定 為什麼 你看 中國大陸的反應這麼的平淡 其實是後面有一首了 這一首會 可能沒有多久就會有動作出現了 那這一首是什麼呢 就是遼寧號也可能會進日本的海域了 也就是遼寧號原本就是說我們 因為遼寧號是也是有 具有威責性的這種戰略性的武器 那原本在巡弋的時候在南海 可是呢如果說以日本 把出雲號拍到南海去的時候 那就給中國大陸有一個正當性了 也就是中國大陸可以把遼寧號 往日本海的海峽 像對馬海峽啦 這些海峽裡面公海的地方 那麼在這個地方在日本海 在日本海域 在北海 在這個九州 甚至在日本的本島 在這個地方裡面做巡弋 這個中國大陸已經有這個權利了 也就是說 所以我才會說安倍晉三的這個動作 不聰明 不高明 因為對日本來講沒有換得什麼 那甚至我們也不排除 未來中國大陸派航母 跟俄國在日本海的海域裡面 舉行聯合軍演的可能性也就存在了 所以我覺得日本的這樣的一個 這次安倍晉三做這個決策 是不聰明的一個決策 比較急於想要跟川普好像站在同一個陣線 但是表態太快太明顯 是的 其實不是這樣子 那個日本的內部國內的局勢 其實跟他的國際的局勢是有相關聯的 日本最近他在國會一直在討論他的憲法要不要修正 那以安倍晉三所領導的致命黨來說 他們是非常希望在這個憲法的修正上面 可以賦予日本的 國家擁有自己的所謂 除了自衛隊之外 他可以重新有自己的一個 國防的這個實力的 那所以其實日本的海軍在過去 雖然說是自衛隊的這個名義 可是讓他們的等級已經在不斷的提高 那以安倍剛剛去了美國跟川普的會面當中 其實川普有某種程度的要求 是希望說在這個美日之間軍事的同盟 日本要負擔更大的這個所謂的經費 所以這個過程當中是基於美國的要求 所以安倍晉三在這過程他也借立實力 希望說借由好 那這個因為談判貿易的需求 我在這上面我負擔更多一點 那美國你要在貿易上面要多少讓一點 所以這B14有這樣的關聯性存在 第二個就是說 這個初雲號 Imuzo Izumo 他最主要的套南海巡益 除了當然某種程度是跟美國的聯盟之外 他還有另外一個最重要的 就是在經濟上的概念 畢竟日本貸款給東南亞幾個國家 以越南來說就已經2500億了 包括今年的預算在內 他為了保護他的投資 他為了擴張他在南海當中的貿易的實力 他維持這個國際的航道的通行 對日本來說是絕對的必要性 所以與其說是美日跟中之間的這個關係 不如說是日本在確保他自己的經濟實力 可以繼續維護 而且他的這個通行 不管是飛航或者是航運 都能夠確保他的安全性 尤其在南海跟東協的國家 沒錯 日本的影響力 沒錯 日本要擴張這個影響力 所以在經濟上是日本最在乎的一點 說到這一點 嘉欽姐我問一下 那我們台灣做什麼 因為我們從蔡小英總統上任以來 就是新南向把這南海跟周邊的東協國家 也視為是我們接下來一個出口 那幾個是好像到目前 我們再看下一張 因為我們現在就連緬甸 都可以對台灣的影響開槍 很多裏面就萬談 我們南向反而 政策是這樣 但是好像聲量越來越小 南向當然這個 其實在李登輝總統的時代 為什麼這次叫新南向 因為李登輝總統的時代 就已經提出我們應該要南向了 那很可惜就是說 當時並沒有一個長遠的規劃 其實日本在做南向 已經做了三四年了 國民黨很多消失的黨產 就在南向政策裡面 但是都不曉得到了 什麼私人的名下去了 這個不可諱言 那以現在的這個結構來說 我們也沒有什麼其他的出路 因為以現在的人口紅利 以現在的所謂這個 資源的戰役的過程當中 台灣是本來天然資源相對有限的國家 你如果不去加入在這個 東南亞的這個市場 運用它的勞動力 運用它的這個天然資源的話 台灣的經濟規模在發展當中 其實是會受到很大的局限 因為台灣就是貿易倒國 那所以以這樣的結構來說 不但是要用它的資源 來做創造新的產值 要用它的勞動力來創造新的產值 還要它的市場 所以台灣在這個過程當中是 沒有退路的一定要走新南向 但是我們的條件跟日本不一樣 日本已經花了三四十年時間 在做這個布局 甚至它在二戰以來 它的條件都一直還存在著 那台灣有什麼樣的 台灣不可能全部都去投資 所以我們必須要找到重點項目 其實老實講 雖然緬甸說這個案子 漁船被扣押一個月 這個不是只有台灣遇到 其實緬甸的軍政府 是對所有的周邊國家 都採取同樣的 我們不是唯一受害者 是 是 那它就是 其實他們很腐敗嘛 有些時候是 吃人的軍政府想要要一點錢 他就是用這種 這種軍事手段來要挾 可是我要問的就是 當我們不是唯一受害者的時候 其他國家可能有些反應 包括像是中國要去開通 這西沙地方的旅遊 越南就立刻抗議了 因為你到我家前門門口來了嘛 那我們也在 這個我們至少也有 在南海也有我們的領土的範圍 攻殺群的 但是我們好像都沒有什麼聲音 為什麼 畢竟是這樣子啦 就是說台灣在 這個東亞地區的角色跟概念 就是說我們不惹事 我們希望跟大家都和平共處 大家好好的來做生意 這是我們必須要確保的 因為過去以來 中國一直想製造台灣的一個角色 就是說台灣就是trouble maker 可是我們在很自製的狀態之下 跟大家盡可能保持一個 和平的穩定的這種貿易關係 那所以老實說 這些軍事的演繫 或者這些印象的朋友 台灣就越少產生越好 所以賴老師 有一些國際的 當作如果可以衝突 就能夠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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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在那個地方 你也要有衝突 然後還有 還要衝突 衝突 衝突 就能夠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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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能夠衝突